3 2 1 鳴笛聲響起 數百位選手同時出發 天都還沒亮 全馬組的選手們披著夜色 沿著轟爐地蜿蜒的山坡順勢而下 在土地宮的護佑中 展開42公里的長征 那我們越辦大家越來越踴躍 從一開始的三四千人 到現在的將近六千人的報名 我相信我們飛鴻杯 轟爐地馬拉松的名氣也越來越好 那我一直秉持著一定要 辦理好的品質好的賽事 所以我每年都有贊助 都有贊助我們的馬拉松比賽 然後目的是為了讓跑者 在我們航路堆這邊跑 馬拉松的時候跑得相當的舒服 相當的開心 本屆飛鴻杯路跑 共分為全馬 半馬 以及較為輕鬆的12K 3K等四組 每隔一小時分組出發 中和區長柯慶忠也參與了12K的賽程 要和大家一起跑出健康 一早五點半 六點半 七點多 還有我們之後大概八點 一共有四場 包括全馬 半馬 還有12公里組的 甚至有迷你馬 那我今天也非常高興 有一起來參加 我參加的是12公里組 第一次來參加 那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一早就有非常多的跑友 在這邊來做熱身 那我們也呼籲所有的 我們參加的跑友 他們都要注意他們自己的安全 那希望我們跑出健康 呼籲大家一起來運動 路跑逐漸成為新興的國民運動 在悠閒的週末假期中 不妨穿上運動鞋 來場舒適的跑步之旅 一同揮灑熱血的汗水 增加新聞 無量嫌 綜合報導